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现在时间早晨的七点十八分了 我是夏志平 大家早安 我是张宛如 在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个阶段呢 要来谈台湾的新媒体现象啊 我们请到的是 开南大学资讯传播系的助理教授赵哲胜 赵老师 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老师你最近有没有经常跟晚军联络呢 这个晚军就是现在在这个媒体上 或网络上很苦手 叫做网军啊 也就是网民的意思对不对 对 其实还蛮很好玩的 现在所有学生都叫晚军 对 现在很多学生都叫晚军 老师我想请教你 其实从这一次的这个柯文哲 在台北市的胜选啊 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的新任的行政院长毛志国 那么他也说他未来的施政啊 其实那天我们在播新闻是有播到四个里面 四个重要的重点里面 其中有一个居然就是要跟晚军 好好的联系 就是网络的这个族群的这个部分 他要特别来关注 我想这个现象你怎么去看待 好应该这样说就是我们知道网络的兴起到现在逐渐的变成主流 他大概其实也就十多年的历史 他跟那我们搭造新媒体这个新的定义 其实一直在滚动的也就是说回溯到一百年前电视刚开始出来 之前有广播 然后广播跟电视的汇流 然后接着有网路 有电子报 然后有新的通讯软体 比如说像LINE 比如说像Facebook 他接着又跟手机的结合 那这个媒体的形式一直在改变 所以以现在当前2014年的新媒体 我们会拿比如说像网军里常用的LINE跟Facebook的这种连接方式 那不得不说在30岁以下主流人 主流的使用人他们已经都在用这样的东西 所以那以现在执政者 他毕竟是比较成熟年代的人 他可能比较不知道这些网路使用人的使用模式 所以也会造成这次选举之后的 大家会开始议测说 奇怪为什么之前用传统民调方式的结果跟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那这也是为什么新媒体在这次的选举受到大家的重视 是很难想象 这每天在网路上悄悄打打的这一些网军网民 他们能够创造不小的议题能量的能力 这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看到政府也觉得说 要了解这些网路民众的想法 那老师啊 这个其实像国民党方面 最近也一直在检讨改革 但是国民党在思考怎么样跟网路做连接 政府您刚刚也提到是比较 是这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这一些主政者 也希望跟这些年轻人做连接互动 可是要怎么做呢 好 如果大家有点印象 就是当初在两岸的签订一些协议的内容条约非常多的时候 那时候创了一个叫做懒人包的概念 那当然懒人包在这个时候出现 其实跟新媒体有绝对关系 也就是现在的年轻族群 尤其是像大学生高中生 他因为每天三年在手机上 那手机再怎么方便 他毕竟是一个小的萤幕 所以他必须强调一种非常快速的连接方式 连到一个点他就看完就换就换 所以那时候创了来人包 其实有些网民很主动的把一些资讯 把它浓缩成比较快速的方式 当然这对于要了解一个法约或一个协定 是不是很完备 可是它产生一个基本作用 第一个 这些年轻人他先会去看这个东西 他会去看了以后 他才知道说这什么 那当然里面有新人 也许他会去看完整的东西 可是如果今天政府在推行这些 比较沉重 比较要有深层意义的东西 他如果用原本方式 告诉现在这些新媒体的族群 他完全会在排列序 他就排在他手机的后头 因为他会觉得这个太沉重 我在走路的时候看这个 我不想看 他的连接性就非常的弱 那我会觉得新媒体是一种弱连结中的强化 也就是我们在脸书中分享一个小东西 可是这个小东西如果有有感的时候 这个人又把它分享给别人 他又再分享出去 结果这个弱连其实它是连接一个非常大的强连结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政府官员 他可能必须要 你说迁就 或者是他必须要摄入 现在的通讯模式 可能是要一种让你先粘住 先产生一点小感觉的时候 然后才慢慢的深化他 而不是一开始就想告诉大家说 我要做这么多的事 我有这么大的愿景 那这样的话当然是很好 可是也许对他们的感觉 反而是比较排斥的 所以这很重要是要先打动 就是这种让人感动的这种文章 或者是这个言语是很重要的 老师我们最近也看到 台北市长的新当选人柯文哲 他在网络上公布了一个 科批新政市政白皮书 一般人看到所谓市政白皮书 就觉得一定也是没错 然后很枯燥的 可是没想到上线五天 就有人统计说 就吸引了25万的读者 这不是没有重复的 25万读者 浏览量突破了百万人次 怎么会有这么样庞大的力量 我觉得台北市科文者 就科批的现象 我们简称科批Professor教授的现象 我觉得第一个是 他本身的人格特质 比较特别 因为他 我们把它定位成一个政治素人 也就是他没有 没有摄入到台湾比较长期 蓝绿的对决 第二个是他 非常灵活运用性媒体 比如说昨天 有他选这个 那个劳工局长 利用一个网络视频 iVoting的一个状况 那你会发现 这个转播 其实跟电视台转播 有什么不一样 一样 他只是透过网络平台 他宣传一个现象 就是让网民可以在旁边 直接在那边 网军们直接在那边 在那边 key in他的想法 那我细看了大概一段时间 说真的 这些网军们打了东西 有些人就一直打符号 打一个笑脸 打一个赞 打一个不好 可是呢 他产生一个议题 有人就会从这议题中 去关心这个 那我觉得 科匹很灵活 他的团队很灵活的 知道现在年轻人 跟网络世代 怎么去看这样东西的 一种现象 他非常的运用的操作 第二个是 他像刚刚两位主持人 讲到这个 现在要跟人民谈心 除了要利用这些媒体一样 他在铺成这些 证件文章的时候 我觉得科匹他很会用 一些小东西去吸引你 譬如说前一阵子 他利用 我在看有线电视 有报道他 他曾经有一个标案 找了很多人 那里面有很多设计的 图版样板 那当然每个团队来 只有只会选择到一个 那其他没有过的人 通常以我们广告的标案 就是没过的人 可能就没有拿到一点金额 那我觉得他的团队就很厉害 用一个小故事就说 那个柯文哲先生当场就说 怎么会 他们有提供了智慧产权的意见 我们应该也要给他经费 那这个对于 对那这个小新闻呢 透过一个电视台 我不晓得是刻意安排 或是刻意撰写 我们不用去探导 他很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至少像我们研究 这个传播跟知传的同业或学生 在看到这种新闻 他会觉得说 哇他好重视我们 他好重视我们文化创意的人 他竟然这样子 那这是个小事 这跟他的施政没有关系 可是跟他人真的是有点关系 所以因为这个小故事 连到这个网络 我看到很多学生 把这个Polart的脸书上 我也是从这样分享出来 那这样的效果 绝对比他 可能他的那个 证件白费书 当然有效果 这种小效果 就会强化到说 他这个人真的很特别 我就去连他的 证件白费书看看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 以小故事 以小事件去信的一个例子而已 可是老师我们这样来看 这个刚刚您提到了 所谓的iVoting 既然是由网军来决定 这个劳动局的局长 那么请问 这其他如果我不上网的呢 我根本就不喜欢上网 他也是台北市民 那他没有办法参与决定 怎么办 这个是不是会被忽略掉的呢 对这也是一种资讯落差问题 其实我们这次事件也 我个人认为 也过于强化了新媒体的 的效果 可是他产生一个 一个气氛 一个氛围 说新媒体好像不得了 这个年轻人都这样 那旧媒体的人怎么办 其实他们是很 很欲足 他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们都 觉得新媒体 看这个iVoting 这个有看网络的人 才有发话权 我们没有 其实他会产生一点落差 但是这次选举 产生一个概念就是说 因为这次 我们就因为我们都谈到 首都选举 那以首都来说 因为有传统人士 他比较不想投票的时候 他又知道新媒体 又在这样新媒体中 他又很想要去投科P的话 他就赞成 副项的效果 也就是传统媒体人 他已经 已经不是很舒服要投票 他就不投了 可是新媒体 他找到一个 一个小 小点去扩大 他就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跳进来 所以才会造成这次 觉得用新媒体 好像潜力无穷 非常万能 那我个人认为说 站在施政者的角度 他还是必须要注重 各种不同 接触新闻元素的人 是 毕竟一个首长 他是站在制高点 而去施政 他不能说 只有认为 我觉得应该是说 以前太忽略了 新媒体这一块的人跟事 而这块的人跟事情 都比较偏重 比较小 可能有时候网民 会有很比较无厘头的 或者是 这些年纪比较小 可是呢 但是这些人 还是有影响力 而且这些人的扩散力 他一直在成长 所以网军 他会越来越多 那我觉得 透过这次的选举 可能可以让 政党政治中 他去思考说 新媒体的使用人 我们把他拉进来 可是呢 并不是说 传统媒体人 比如说 大家常听的广播 或者是电视新闻 或者是报纸 他还是有他的传播功能的 是 所以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了 网军 也是中国大陆所说的 网民这样的事情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在网路上 其实是有一些能量 我们今天聊的比较多 是正向能量 但是负向的能量 也要重视 就是网路的发言 有时候是情绪的宣泄 有的时候是缺乏节制的 所以这样的力量 我们怎么样来正确解读呢 就是 这个政府真的要融入这些网军吗 对 网路的 它的缺点就是 有时候匿名性 产生不用负责任的 比如说 我们谈到 这次败选的连阵营 他们 他们事实上很多的照片 很多影片 都被台湾的 网 乡名 我们叫乡名 用图首的方式去改 那事实上都已经涉及到 毁谤啊 或者是 或者是财产权修改的问题啊 那 那当然这就是它不好的地方 可是 它活的 活泼的地方 我们刚刚提到了 那所以 所以 可是我会觉得说 网路是一个 极度自由 也极度 必须要大家互相去 去牵制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 像维基百科当初在出现 出现这样状况的时候 大家其实也非常忧虑说 如果你只要注册 每一个 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你的意见 编到百科全数 那当时 当初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样的公信力够吗 如果他是错了 怎么办呢 就以而传而下去了吗 对对对 可是经过了 这 大概维基友 也有八到十年的历史以后 曾经有哪一年 在这几年的调查 发现 它的公信力 事实上不差于 这个英国老牌的 这个 爱因图书馆的 那个编的 百科全数 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思考 就是说 在没有秩序中的 有时候 网络还是能够 牵制出一点 正向的 的力量 不过 这是一个 一个例子 不见得能套用到所有的 对 那网络中 最比较麻烦的是 它在初期会产生一个 以而传而 假的现象 而 这个假的现象 会不会利用在 选举的操作 事实上 这次偶尔也发生 所以 这当然就是它 一个事情 好坏的一个 的面向 都可能产生 对 真的 老师刚刚讲的 实在太棒了 就是说 这个所谓 政治人物 或者是政策 它真的是 潜力无穷吗 它真的是万能的吗 它永远不会错吗 就让我想到 就是在 今年的三月份 这个懒人包 很流行的时候 反服貌抗争的时候 很激烈 也有人说 这个懒人包 其实它写的 它是以偏概全了 那当发生 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很可能 晚君们 是没有判断能力的 他只会传 但这怎么办 这样像遇到这种情况 是不是 这也形同是一个机会 让大家来正视 就是说 网络上所传的资讯 不见得是正确的 希望大家可以 查证之后 再来传播 是这样子吗 对 当初懒人包是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去编算的 他一样是个人 他是一个 可是他的背景 到底是不是真的 跟这个懒人包的 他所有牵涉到的学问 跟知识 有绝对关系 我们不知道 所以当初事实上 懒人包在开始 发布的时候 就各种 各种懒人包都出来 那当然会有 强连结的懒人包 而会不会造成 就是他是错误的 结果大家被第一个刻板印象 就把第一个错误 就说这个就是对 所以我发现 那时候政府 其实有在做 就是经济部 他那个时候 针对签订协议 他也有他自己的燃包 可是他那个时候 已经在后头了 变成前面相信 那个可能不一定对 或者是以偏概全 或者是随便写 或者是要骗人的 不管那种 他已经被 他已经被 被cash到 他已经觉得 那个就是对 那所以 所以我觉得 政府在灵活运用上 他必须 应该这样说 政府的工作人员里 必须要牵扯到 非常不同 各种时代人 他必须要 他的新闻眼 跟他的新闻 比较更灵活 他要 他要赶快去看到说 现在竟然有 传这样的东西 那对或不对 然后 要用那样的方式 去破解 而不是 好他这样不懂 我就发个新闻稿 正是我在 经济部的网站 发个新闻稿 那没有一个人 会去点那个新闻稿 没有人想看新闻稿 对 他的弱化 新闻稿可能由 各位的专业记者来 来做吧 没错 只有我们在看 对啊 对你在帮我们写成 大家比较懂的 那没有人会 直接去点新闻稿 那这样的 这样的连结 就是等于做的 就是很弱 弱到几乎没有意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新媒体是一种 新的思维方式 他不是对 但是呢 新的执政者 他必须想要说 有人是 竟然是用这样的思考 那好 我就要用这样的方式 去破解你 或者去让你了解 而不是 而不是只用 以前的方式说 因为现在有新媒体 所以呢 好 那我就在脸书 做一个连结 连结到新闻稿 我觉得这样的思维 是完全不太对 这样连结还是无效的 好 对对对 其实新媒体 真的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之后我们在节目里面 还会继续再来探讨 我们今天呢 谈到的是这个晚军现象 而现在呢 在九合一选举过后呢 其实大家开始注意到 网络这些 这个另类的族群 他们的声音 也很值得注意 访问到的是 开南大学资讯传播系的 助理教授赵哲胜 赵老师 来为大家做深入的分析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